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间谍征收气球 它都意外地触动了中美之间 敏感的外交跟政治神经 也成了全球新闻瞩目的焦点 那看到这颗白色的气球 在高空飘荡的画面 也让许多的朋友想起了 台湾曾经有这么一段 空飘气球的星战岁月 1950年到1960年代之间 两岸的关系异常地紧张 在那些年国共之间 除了整军背舞之外 也采取了心理战术 而谈到了心理战 我们就一定要聊聊孙子兵法 在孙子兵法的谋公片里面 它就写到 凡用兵之法 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那在孙子他的战略思想里面 如何攻心兵不血刃 让对方降服 这才是最完美的作战策略 那回到历史 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后 空飘气球被视为最重要的 星战武器之一 那么就最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我方会在气球榜上的 像是国旗 然后总统文告或者是慰问卡片 然后呢 然后从到中国的沿海 来执行这种空飘任务 后来中国进行了大要进 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之后 那继而引爆了这重要的 严重的大饥荒 那我们的空飘物资呢 也开始改变 除了康康有的这些文件之外呢 也开始附上了像是牛肉干 罐头 或者高粱酒 香皂 或者是其他的救災物资 那个种类呢 真的是多不生俗 那为了凸显台湾 在这一段时间的科技进步 气球上呢 有时候还会绑上收音机 手表 这些电子产品 那当然对方也会不甘示弱 他们也会在他们的空飘气球上面 绑上了像是金华 火腿 贵州茅台 或者是山西的老城处 那么有时候呢 也会空飘到台湾的领土上面来 那想一想 其实要控制气球 准确地要飘向目的地 其实并不是这么地容易 那我们的空飘气球呢 常常因为高度风速 甚至是季风 就行星风向的关系 会飘到印度 或者是斯里兰卡一带 那当然呢 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那最后呢 都是向外交部提出严正的抗议 那军方呢 甚至有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还会发生气球当场爆炸的意外 1958年8月23日 中国解放军各式火炮 日夜不停朝金门开火 一场炮战在台湾海峡骤然打响 史称823炮战 那一段时间就是所谓 第二次台海危机了 第二次台海危机之后 双方就是变成有一些状况 就是单打双不打 双方的炮兵变成一种奇怪的 一个战场上的默契 在枪林弹雨的间歇里 取而代之的作战形式 不见硝烟炮火 却多了攻心交锋 像星战它其实有 最主要就是心里的一个战术 那当然呢就是 不要有所谓的武力的战争 那如果我们还要再跟深层的去谈 星战有分听觉视觉 还有这种何类 心里作战 是国军对肥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 可分为广播 喊话 传单 空投 空漂 海漂 炮射 宣位等多项 台海攻心境最简单直接的 便是只有一张张的政治传单了 台湾的文宣最大的特色 都跟蒋中正总统有关 总统的这相关的图像之外 还有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 台湾发出的文宣全由专人专责 绘图撰文 除了蒋介石与国旗 经常出现的还有调侃中国领导人的 耸动图像和标语 而星战工坊自是你来我去 这张中国发送的传单 描绘1955年一江山岛战役 投降的士兵最终抱得美人归 在1950年代也许有吸引力 可是到了1970年代80年代 这样的传单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 有一点会非常的荒谬 在台湾本岛金马地区或海上 国军用各型气球 向北区飘头宣传品或救济物资 两岸对峙的年代里空飘 这种独特的方式 让台湾海峡上空展开一种既隔绝 却又对话的微妙场面 一场你来我往的气球站 密集的摆开了阵势 那早期可能中国大陆的物资比较困乏 所以我们有曾经把这个猪油 载在空飘气球让它飘雲过去 也有载用过砂糖 春节快到了 大陆栽包就地总会联合海军 在马祖外海 以十万包口粮以及贺联片等 利用高空气球飘向大陆 本地的物产像金门的牛肉干 我们从军的时候 都有吃过的这个战备的口粮 也会随着大陆的饥荒 把这个口粮飘到对岸去 最多就是香烟 所以他们船在上海鼓励 假设你多吸 叫你抽杯烟 然后想一想这样子 这份民国59年8月的 海上空飘任务档案 国军根据当时有力风向 锁定南京 上海 并以极机密的手绘地图 标示出临近韩国济州岛的 空飘试坐点 力求最大飘落范围 曾经我们有发现过 这个中国大陆里面 发现台湾的这些空飘气球 所载运的船单 最远能够到达新疆跟蒙古 然而空飘除了得算尽天时地利 如何让混入氢气的气球 抵达目的地精准爆破 使得文宣物质散落 就世门学问 就是依靠酒精 还有所谓的计时器的一个辅助 大概就是让它上升到 打一个气层的时候 大概时间到了 那就让酒精能够把这一个 相关的气球让它爆破掉 国军的精湛工作 也受到广大效果 无奈空飘极度受限天后 并非每趟任务都能顺利 这个南亚的亚洲南部的这些领事 常常拍电报回来给外交部 希望外交部的同仁赶快 跟国防部的弟兄们联系 请你们不要再空飘气球到印度 因为印度人实在是看不懂这些空飘 上面这些传单的这些简体字 它就飘到印度缅甸 甚至到中东到以色列去 当年的空飘气球成了历史尘埃 但两岸对敌心理作战 以演化进展成各种形式 持续渗透你我生活 战场的形态随着时代日新月异 不仅是有形的武器效能的提升 产生量变跟直变 无形的心理攻势同样变化多端 像是资讯心理战认知作战 都属于心理战的范围 而且他们还会直接对有形的战场 产生重大的影响 时间回到1917年 列宁为了建立共产政权 他透过了大量的文宣 他试图瓦解俄国民众对国家的信心 同时也降低了欧洲各国皇室 对俄罗斯罗曼诺国王朝援救的意愿 那国内外情势呢 最终导向了列宁所期待的结果 苏维埃政权顺利的成立 而后来呢 心战广播随即在大清洗之中 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时间再来到了1933年 纳粹上台的第二天 随即成立了国民启蒙和宣传部 那不过呢 当时一台这种收音机呢 就要一个德国普通工人 两个礼拜的薪水 那么在宣传部部长戈贝尔的指示之下 陆陆续续研制出低廉的国民收音机 那德国家庭呢 也慢慢地落入了 元首广播宣传的罗网之中 那其实在台湾1960年代 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 也执行的心战任务 而其中呢 最受欢迎的节目 被称为三家村夜话 那它的内容呢 主打呢 是中共高官的密心丑闻 或者是霍国殃民的中共的政策 来当作最主要的题材 那吸引了许多 中国沿海地带的居民呢 他们来偷听 那心战广播最直接的方法 当然就是在金门架起的这个喇叭 所以只有两公里远以外的厦门 大声地放话 直到1992年 那金门广播站卸下了任务时候呢 竟然还收到了中国渔民的抗议 因为没有了心战广播 害他们睡过头 错过出海打理的时间 1949动荡年代 国民政府撤退来台 国共隔着台湾海峡 隔海分治相互对峙 另一个隐形的新战场 旋即登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自由中国之声 1951年5月开始 随国府牵台的中央广播电台 便以此呼号对大陆播音 在这场攻心为上的思想战里 央广以无线电波的形式 日夜朝向中国大陆 对空发射声音武器 这一波旧时40年 中国出两个毛泽东 中国出两个毛泽东 家家户户户都落空 在军事上受制于美军的情况下 然后中国也成功试爆了原子弹 蒋介石他就被迫将他的战略重心 放在所谓七分的敌后作战之上 那广播新战的工作呢 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来加以发展 中共的六中全会 是个失败的会议 对匪军广播 共军弟兄们 中共批判作家白话的苦恋 就是党和枪另一个形态的斗争 力求每个字都能像个子弹命中人心 曾经隶属国防部的央广派出播音员上空中战场 每个人语气语速用字浅词 都由情志单位精心安排 绝不容许脱稿演出 哦不行 不行 是完全不行的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顺稿 其实他挺顺的 说话的这位是前央广主持人陈小平 除了专责的招牌节目邓丽君时间 在他任职央广的25年里 接受不少情报任务 那个也是情报局送来的 那个叫特约通讯 其实这个节目所有里头都是密码 比如说5568号同志请注意 这里有一份电报给你 请注意收听 然后你下面就会念 就是3536重复的两次 3536 3536 3829 3829 答复听众来信 广东小妹同志 3月22号给钟先生的信 我们已经收到了 至于生活方面 我们将尽力给您支援 下次来信 请使用中央给您的代号 57462号 来自深圳大学的信件上 额外写着迫不及待 心急如焚 望君体量 这是自称大陆两青年 写给老中央的来信 只是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 对岸听有心声 如何在保全自身安危的情况下 突破铁目寄来台湾 原来当时央广直接透过节目 传授撇步 我们都会有一个节目 特别告诉他们 用什么方式来写信 也就是用密写的方式 你可以用米汤 果汁 米饭水 你就可以写信 就写出你的心声 我们的信件 从国外送到台湾之后 我们就会用特殊的东西 就比如说点酒 或是一些喷枪 就会就是喷这个信件 然后那个信件的背面 就会露出 它要写给我们的内容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的 那么都是由情报单位 去收取这个信件 你想知道中共的内幕信息吗 请听三家村夜话 你想了解大陆军干群 老中青各种意见的反应吗 请听三家村夜话 而在对匪作战的1960到80年代 杨广最有名的节目首推三家村夜话 那这个节目的主要就是 由导播来作为一个村中的老人 然后由他来开场 来串场 那搭配另外几个深优 那来饰演一些中共的领导人 那透过幽默挥谐 或说嘲讽的方式呢 来揭开中共的内部问题 比起广播更简单 直接的当属这个方式 共军弟兄们 目前在中国大陆上 也有两千万人 无法安排 你们说我吃香蕉皮 我就说你吃树根 他说我们这儿呢 经济非常的凋敝 人民非常的痛苦 大陆人民呢 过的是幸福安康的生活 对岸新战喊话内容 不只宣传共产党政绩 还会利用人性弱点 锁定住房金门的国军部队 把官兵们身在大陆的家人 带往沿海波音站 发出亲情的声声呼唤 对他进行宝播 说某某某 我是你的父亲 你不要再为国民党工作了 家里的人都在等你 同时又在前线设置喊话站 对北区特定对象 实施阔音喊话 那个风向比较顺的时候 你在比较空旷一点地方 是会听到 反攻大陆 解放台湾 两个口号曾隔着台湾海峡 招香往来 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 台海攻心计 进入新一轮的升级更新 当年的空中星战 成为留在风中的声音 任历史评调 新里战早期而伟大的实践者 我想就是以坚强的军事实力 横扫欧亚非三州的 亚历三大大地最具代表性 它对于追随者 总是给予他们争执友伴 或者是贴身护卫官 这些不具有上下关系的亲力称呼 而亚历三大所征服的城市 它除了会将自己的名字 放上去之外 也都会留下自己的人马来统治 然后鼓励他们穿当地的服饰 吃当地的料理 娶当地的女子 更将自己的头像 要注印在流通的银壁上面 并且它制作了大量的石雕 放在全国政府机关或者是公共场合 如此一来只要走在亚历三大征服的土地上 你一定会看到它的肖像 透过总统的传说神话 亚历三大将自己偶像化神格化 人民也就慢慢地认同它 不可动摇的权威还有合法性 直到今天全世界的统治者 依然无法跳脱亚历三大所使用的认知作战的模式 而我们再将时间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当时的太平洋战场 这个战况是非常的激烈 那日军为了要巩固官兵作战新防 他特别招募的女性 成立了战场广播小组 那么这个小组也就是俗称的东京玫瑰 除了录制日文广播稿之外 他们更以英语对美军来播送心战话术 来撩拨 来换弄美军的乡愁 还有对战场最深层的恐惧 那这一群东京玫瑰 他们的声调温柔 甜美 让美军充满了无限的狭想 那战争结束之后 美军就开始展开一系列的调查 就他们证实日一美籍的互利玉子 就是纵横在太平洋战场上面 有无形的美声杀手 在台湾我们也有一位 这样子一位美声杀手 他就是邓丽君 1980年邓丽君以甜美动人的歌声 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强力放松之下 红遍了对岸的大街小巷 到了1982年 反共议事无荣根 投奔自由来到台湾 就直接点名要和邓丽君见面 那么在清泉康基地呢 要如愿地跟偶像登台合唱《小城故事》 1970年代末期 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 两岸情势壁垒分明 但邓丽君柔情似水的歌声 竟比炮弹犀利 穿过了政治高墙铁幕 风靡对岸万千歌迷 当时邓丽君的歌进去 恰好跟这个八大样板戏的艺术风格 形成一个可以说是光谱两端的对比 邓丽君都是小品 这个小品就是非常生活的 非常自然的 非常亲切的 那么文革那个世代啊 是这种东西是被贬义的 当时对岸许多人是躲在棉被里 从收音机的匪台广播中 听到了邓丽君的嗓音 他的片头曲就是甜蜜蜜 开始就是甜蜜蜜的歌曲 然后再压低 亲爱的大陆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邓丽君时间节目 陈小平主持的央广节目邓丽君时间 1979年开始播送 从周一到周六八点档黄金时段放送25分钟 邓丽君的相关报导以及他所演唱的歌曲 那个时候我们拿到稿件一个礼拜三篇 它是情报单位攻击的 当年的时代被离去戒严时期 所以这个节目本身是情报局的一个计划 他的计划名称叫做草原计划 他是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也就是用邓丽君的歌曲去穿透大陆的人心 邓丽君清流温婉的深陷 跨越海峡传进中国 成为那个压抑的政治环境下第一缕温柔 让人忘却背后夹带的政治意图 80年代初期邓丽君的歌被中共定调为 黄色歌曲《迷迷之音》 因此全面背景 怎料越是背景就越是风行 我已经的一个信念就要非常自由 1982年当25岁的解放军飞行员吴绒根 驾驶米格19战斗机 从山东半岛起飞后 经由韩国投奔自由来台 吴绒根开口提出一个心愿 证实了邓丽君这颗空中心战的唐一炮弹 确实起到强有力的作用 他就到中央电台 因为当时唯一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就是我们的电台 所以我们就问了他你喜欢听什么节目 他就很喜欢听邓丽君世界 1982年11月当吴绒根在台中清泉岗基地 如愿见到了邓丽君 这句形容他风靡中国的顺口溜 不爱老邓只爱小邓 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当时的顺口溜就是说 中国大陆有大邓 邓丽君又被称为小邓 邓小平跟邓丽君 至此邓丽君被封为台湾的爱国艺人 更是君中情人 在国民政府有意行诉之下 这些头衔与他越发紧密连结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 你们好 我是邓丽君 我现在来到金门的广播站 向大陆沿海的同胞们广播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很高兴地能够站在 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 金门 我感觉到非常地快乐 非常地幸福 我也希望在大陆的同胞 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 一样的民主跟自由 他可以去早上五点起来 跟他们去跑步操练 他去发现说那个鞋子太大 当他在跟他们外面跑了一两圈下来之后 他自己整个脚都是流血的 太大磨脚了 那个帽子也是太大 这样打到这个脸这边都黑成一张 他也是一样 二话不说 还是怎样把他跑完 国家党案里面还有记录的就是 也有对岸的人士跟邓立军的家属 做一个密切的联系 希望他们到澳门 邓立军到澳门去做演唱 这份档案指名写给当时担任 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的宋楚瑜 民国74年1985年 邓立军有意前往澳门公演 却被国民党中央担心是匪一贯统战阴谋 很可能强迫他回归 因此吉利防处 邓小姐以大敌为重 接受了政府当时的决定 有有盛者向来被中国当成大外宣统战的这个平台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撞满我的中国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于民国76年12月 锁定了承载诸多爱国头衔的邓立军 吉利邀他登陆演出 当时知情人士以这份极机密文件速报府院 上头还写着匪中央电视台邀邓立军参加春晚 这消息溢出震撼府院高层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新闻局这边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关切的 因为当时候台海还是虽然是开放了 但是还是处于比较紧张的一个局势 如果今天邓立军去唱了春晚 中共他就会借题发挥 他就会在新战这一方面去扩大来做宣传 所以政府这个高层就有出面去做协商 那最后邓立军他是没有去唱春晚的 而因此他后来就从来没有去到我 到今天还是觉得欠他一份情 艺人明星成了两岸任之作战的心战洗脑工具之一 这现象打从国共对峙至今不消反掌 也可以想见邓立军不是第一位 也不会是最后一位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号 一道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柏林围墙 将自由世界和共产集团之间的对峙 来到了新高点 也让铁幕留下最具体的文化印记 在围墙树立以前呢 就估计有三百五十万东德移民叛逃 许多人呢从东柏林越过边界进入西柏林 那接下来在围墙建立之后 长达二十八年的时间 也有超过十万人企图逃跑 有五千人呢翻墙成功 而不幸失败或死亡的人呢 就有这个一百三十六到两百人之间 那因为政治意识的冲突 因为生活理想的落差 人们不惜自身的安全 那么想方设法的要穿过危险的边界 无论是否成功 这些人都会被冠上 志士 义士 投诚者 叛逃者 或者是叛国者不同的政治术语 时间来到1979年 台湾仍处于建言时代 这一年中美建交 有许多岛上的子民看不到未来 于是在台湾掀起了一波大移民潮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而当时任职金门防卫司令部 马三连连长的李毅夫 他竟然有了投共的念头 他选在最大的退朝日来行动 带着军籍资料抱着两颗篮球 他游了两公里 顺利地抵达厦门 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投共军官 李毅夫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高层的重视 不仅送他到北京大学深造 甚至于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 那往后更被提拔为人大代表 2008年还担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 被称之为习近平的经济国师 只是林毅夫在财政上面的成就 那依然无法掩盖他带着军职叛逃的过去 在台湾他的身份依旧是通缉犯 民国91年林毅夫的父亲过世 他能不能回到台湾来奔上 甚至一度还引起了蓝绿政党的激烈论战 1978年台美断交 两岸关系情势紧张 但就在5月16号这一夜 金门战地却传出 畏惧前前要职的连长 人间蒸发了 消失的连长跑哪去了 没有人知道整个战地大地震 大概是9点左右 他的连长有人去跟他报告 有新兵来报告 就找不到连长 连长就不见了 他怕连累被人 所以他会宣布说 今天晚上会有事情 那你就不用跟连长报告 该开枪的就直接开枪 这一名消失的连长 就是现今担任中国全国政委 也就是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 林毅夫一生改过三次名字 原本名字为林正义的他 是宜兰农村子弟 努力考上台大 学生时代的他非常火药 参与非常多的政治活动 1971年 当时退出联合国 退出联合国 退出联合国 所以呢他带领的同学 那么这个号召要举行 校园绝食 然后还有推动了一个办座谈会 反对共匪混入联合国 这些情况 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他的确非常的不一般 但后来的事情 让他一举要上新闻版面 更成为当时蒋经国 吹台青政策的台籍样板青年 因为他是当年的大中国教育 的一个影响 这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从一个台大的学生 居然要改去念军校 所以他就变成 当时非常受瞩目的一个人物 大中国思想是其一 但背后也有他私人的盘算 当时的青年学子都流传着一句话 来来来 来台大 去去去 去美国 上了台大的林毅夫 发现事情 却好像不如他所想 林毅夫知道 第一个他的成绩在台大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念完的 那他去加入国军的话 当时国军是说 当时陆军官校最优秀的学生 是都可以送到美国去留学 所以他们 他当然是希望 讲说以他的成绩 念陆军官校一定是 一定是前几名 一定有留学的机会 那哪里想到加入 加入之后没多久 中美关系 逐渐的正常化以后 美国就不再接受 台湾的这些军校学生 去就读 但台湾并没有亏待他 反倒在他陆军官校毕业后 让他去读政大企严所 取得硕士后才安排他到部队 而且还是给他到天下第一连 之称的马山连当连长 那么他二手了 整个在金门跟这个厦门之间 一些其中很多重要的 这个战略的一个据点 包括白河口 小灯角 大柏宇 小柏宇 这些地方 所以你可以想见 被派到这里来当主管 当连长 应该是一个军方 对他非常倚重 非常信任 而且是要大大培养的一个角色 以军职看来 他潜如四井 但这真的是 林毅夫心中所愿吗 以他之前断然放弃台大 选择军校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留学海外 军职会是他的最后选择吗 那我能够推测的就是说 因为在1979年 那个时候 中美断交了 中国大陆是由人大常委会 发表了一个告台湾同胞书 同时呢 就停止了在金门前线的炮击 那么这个表明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 对台湾的政策 开始从写起台湾 现在变成要叫和平统一 那这个表示说 中国大陆要改革开放了 因为在1978年的 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 他们已经通过了 改革开放 那对林毅夫这样一个 受到大中国主义教育灌输 那么的一个台湾清廉 我相信它有很大的一种触动 游到对岸真有这么简单吗 以地理环境来说 金门马山连这个点距离大陆 仅仅两公里远 但要考量的是潮汐问题 两岸海上巡防 以及上岸后的地雷布阵 但林毅夫心里的声音大过一切 最后决定拿命去赌 换一个未来 据说当时他选在最大退朝日行动 还抱着两颗篮球 投靠第一营 但林毅夫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讲说没那么复杂 他就是把他身上的军籍证明 还有一些资料带着 就游泳过去 林毅夫叛逃让军方高度紧张 但因为是军方一大污点 对外疑虑封口 后来以殉职为名 甚至还发给他老父亲一笔抚恤金 但对金门岛上官兵 是全体总动员 下令搜 郝伯春要保忠仲男 他不可能 他最后就是硬是说他是殉职 就还给林毅夫家人 就是讲说抚恤金 可是实际上 就是讲说整个金门大地震 因为当时是全金门大吊洞 也就是金门 金门当时驻扎了四个重装师 跟一个青装师 全部调动 全金门当时有十万大军 包括这个老百姓 只要每个家里有男生 都要出来 每个人手绑白布条 右手持一支棒棍 每个人手牵手 走遍金门的每一寸土地 不单单是对金门帝兄的影响 也正因为崔台青的样板 一系之间被摧毁 連累到跟他一样的台籍本土 诚信军官的升迁 甚至深深影响到日后台籍青年 从军之路 当然日后对于整个官校的招生 又改变了 军人又回头去到眷村里面去招外省人 这个崔台青的政策就不再 不能说是暂停 但是至少是减慢了速度 所以这也影响到整个台湾 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但反观踏到中国后 先是从军中的林正宜 三度改名为林毅夫 并在官方资助下 赴美取得经济博士学位 成为大陆第一批海归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等于是中国大陆的 第一批出国去深造的这种经济学家 据说他从美国回去的时候 带了30册的西方的经济学术资料 他也把远在台湾的歇尔接到了中国 当时大陆百废待举 林毅夫恰巧站在浪头上 又成为头共的样板人物 一路破格拔拙 要省中国财经界重量级人物 而他的妻子陈云英 现今也是中国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为中国人民大会代表 林毅夫所带领的 这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还有林毅夫个人提供了很多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见解 就成为朱镕基当年经济改革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这也奠定了他在整个里头的一个地位 所以08年的时候 佐力克就推荐林毅夫来出任 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而林毅夫就成为第一位非欧美国家 就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一个 这个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林毅夫在财经上面的成就 却无法掩盖他代军职叛逃的过去 在台湾他依旧是通缉犯的身份 民国91年他的老父亲过世 能不能回台湾记住 也引起蓝绿一番轮战 叛逃就是叛逃 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最终林毅夫不被允许回台 由他的妻子陈云英代夫奔丧 他人只能留在北京瑶记 林毅夫叛逃前往中国 已经过了三十多年 尽管成就非凡举事皆知 但唯独这条返乡之路 因着通缉身份遥遥无奇 欢迎您回到导独台湾 1989年举世瞩目的历史大事 莫过于柏林围墙的倒塌 它不仅意味着从1945年开始 就支配的欧洲的冷战已经结束 更象征了从1917年以来 人类最庞大也最残忍的政治实验 共产制度全然瓦解 从波罗的海一路向东来到的离海 有许多的国家陆陆续续脱离了 苏联的控制而独立 各国的共产政权也开始产生了变化 在柏林围墙倒达前两年 也就是1987年 当时担任总统的蒋经国 他宣布了台湾解除 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 同时也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 打破了台海长年的冷战僵局 那见到亲友在台湾生活条件优渥 所以偷渡来台的民众 开始大量的涌现 那当时政府下令 只要抓满50名以上的偷渡客 就会集中上船 统一遣返 1990年7月 警备司令部将76名偷渡客 封舱遣返 就意外的造成了25人缺氧死亡 那么我们称之为 闽贫鱼事件 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另外一艘满载50名 这个偷渡客的渔船 撞上了我方的军舰 那也酿成了21个人死亡的悲剧 也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而专门关押偷渡客的收容所 尽如早已人满为患 而女性的比例更高过于男性 其中还有不少是有生硬的女性 代求入狱 那为了要照料这些孩子呢 那收容所还更破天荒地设立了月子中心 那一个尽 两个出了这样的现象呢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偷渡客已经不复见了 由于有一批大陆渔民 偷渡到我们台湾领土 今天将全树渔船遣返大陆 那是1990年的7月21号 一艘载着76名大陆渔民的 敏平渔5540号 偷偷闯进台湾海域 七天后被封舱遣返 中国不愿意跟台湾直接往来嘛 那于是我们就是单方面的遣送 这种偷渡客 你们再继续一点 通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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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渔船是从福建平潭 这边开过来的 然后被我们海巡单位 那时候的海巡的话 就是由警总来负责 那个时候就是 动员开戴时期还没有结束 那前往回去呢 就是怕他们又乱跑 所以就是有用这个木条把他们这个封起来 那据我方的说法的话 这个木条呢是有留很大的这个空隙 只是让他们在船舱里面不要乱跑 怕他们又偷渡了 开船 不料到了对岸 船船舱一开 竟然有25个人缺氧死亡 死亡的一个原因呢 两边说法就不同了 台湾这边的说法就是说 你们这边发生邪斗 大陆那边说法就是 你们把船舱封死 导致我这边的人 没有办法呼吸 导致人员死亡 死亡还没查明 20天后又来了一艘不速之客 这回是闽平渝5202号 50名偷渡客 一样是从福建平坦来的 遭逮捕后 比照原船遣返模式 但遣送之路仿佛受到诅咒 闽平渝5202号 这个渝船突然转向 那导致我们的军舰文山舰 措手不及 然后它这个渝船呢 它不是铁甲船 它是木船 就撞上了我们这个文山号 结果呢这个船 就断成两节 撞塌以后就失事 有29个人被救起 21个人死亡 那他们就说是我们故意撞塌 而台湾说是偷渡客内讧 在船舱发生泄斗才酿成意外 偷渡客死因双方各说各话 为了避免海上悲剧再度发生 人员移交改由第三方出面 保证双方的安全 当时因为中国不愿意 用平等的待遇对待台湾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中国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压力 所以它不得不开放红十字会 跟台湾红十字会对谈 那个时候呢 郝伯春是行政院长 那他就要求这个 我们这边的红十字会 陈长文这个会长 去跟大陆这边做成了这个 所谓金门的这个协议 把这些难民送到金门去 直接从金门就送回夏门 但究竟当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股偷渡潮 时间得推回1987年 当时台湾解言 总统蒋经国又开放大陆探亲 一下子让社会底层的大陆人 开了眼界 开始了两岸探亲以后 大陆人民就发现说 台湾这边的亲戚好有钱 大陆人就觉得说 来台湾很好生活 在大陆活得很辛苦 所以就兴起了要到有钱的地方 来工作来赚钱 因为我们可以过去 但是大陆不能过来 所以就开始产生这个 所谓这个偷渡 偷渡客 我这边还是偷渡客 非要唱国歌 也要唱东欧 虽然是广告 却反映了民国七八十年 偷渡客抓不完的年代 当时在大陆 一般人月薪不到200人民币 得付3000到7000元 给偷渡集团 并赌上性命才能到台湾 男的来偷渡打工 女的来偷渡卖淫 来到台湾的 大部分都是想要打工的 其实大部分也是没有目的 有些人是所谓的 香港人所说的大圈展 是来这边 可能就是要执行暗杀任务 杀了人以后就立刻跑回去 这样可以赚一笔钱 运气好的留下来赚一笔 手机插的就等着被抓回去 而进炉就是用来安置 等待被遣返大陆的偷渡客 1991年成立 经常大爆满 大陆偷渡客 最多的时候在1993年的 这段时间 全年度来偷渡 偷渡来台湾的大陆偷渡客 平均有大概六七千人 偷渡的风气 在民国八十年代初期 非常非常的兴盛 那时候台湾的经济 工作机会非常多 所以那时候偷渡很严重 那竟如可以说 人满为患 因为偷渡踊 勇跃 竟如收容人数 动辄上千人 但何时才能返乡 却是迷 这些偷渡客 因为不耐久后 曾多次发生闹房暴动 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在宜蘭那边就发生过 这个暴动 那当时呢 是两名的这个武警 就是大陆偷渡客里面的武警 去制服了这个宜蘭的 进屋里面的人员 然后就变成说 他们用这种武力的方式去胁迫 要求说放他们早日回去 中国也始终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对台统战的工具 他觉得台湾表现很好 就让那个偷渡客 遣送的那个速度快一点 如果他觉得台湾的表现不好 就把偷渡客的遣送的 那个速度放慢嘛 尽管命运不能自己主宰 但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偷渡客依然源源不断 尤其后来一度还女性 来的比男性多 甚至有不少孕妇 代求入进屋 我哪里来的 残杀 怎么怀那个婴 又跑到这边来的 为了照亮这些宝宝 进屋还破天荒 设立专门给产妇 孕妇与婴儿同住的宿舍 被称作是偷渡客月子中心 女的偷渡客她怀孕 有的是因为来卖淫 然后不小心怀孕 那有的是原本就怀孕 然后就是想要在台湾 就把她生下来 一个进两个出 大陆客这样进出频繁的景象 随着2000年大陆经济崛起 已不复见 大陆的经济活动起来以后 我就可以在大陆里面赚钱了 我不需要到台湾来 2018年的时候 新竹进屋就象征性的收掉了 27年来 进屋的开始到结束 述说着大陆偷渡客的心衰演变 也见证了两岸 从紧张对峙走向开放的和缓关系 历史学家哈拉瑞在他的作品 《人类三部曲》之中 他写到的 人类是一个天故事 讲故事的物种 而这个智人实际上是靠着故事 我们建立了帝国 建立了公司 建立了我们的生活 那所谓的心理作战 认知作战 就是通过不同的版本的故事 来覆盖彼此的生活 让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同步 或者是你的想法 变成我想要你这么想 这个跟数据 跟我们所看到的传说 其实它们背后的认知是一致的 它们会告诉我们世界 它是要让你理解 或是误解的方向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社会人回家和你分享故事 我是谢德金 感谢你的收看 道具台湾 我们下周见 这里面的望 — 天哪有 天哪有 带来走 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